现在医疗都是以精准医疗为中心 尽量不能不开刀就不开刀 当然就像海服就是一个首选 传统的话当然就是用火腹了 再来的话再进步就是用微创的 当然微创还是有疤痕 海服这个你看竟然都没有疤痕 它的好处就是它没有疤痕 你说那会不会很痛 很好它又不痛 就是你躺在那边 睡一个觉这样子 就醒了我们就治疗好了 这个就是它的特色在 好我们来讲一下 从头开始讲 这个是我们去海服医院受训的时候 那个大门这样子 重庆海服医院 重庆海服是主要就是 类似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放大镜 就像这个放大镜一样 把光能聚成聚焦之后 可以把火把一个纸点着 点着这个纸的话要可能要四五百度 它才会点着 但是我们海服可能不需要那么大能量了 太大能量的话它会烧起来 会烫到 我们不要我们只要60度以上到90度就可以了 所以治疗的时候我们又是泡在水里面 所以你看感觉上它凉凉的 温温的就可以了 海服的发展可以从1997年开始 第一例的话那个是从骨癌开始做起的 骨癌做起之后就开始造肝癌了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卤癌啊 还有那个还可以做到那个胰腺癌 但那胰腺癌它不是治疗它是止痛 止痛为主的 再来的话那个就是肾脏癌 最后一个反正的服务女的方面 那在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做子宫肌瘤的治疗 台湾大概十年前就已经引进了 那台湾大概有3000多例的那个病疫报告出来 做了很多 是一个非常紧的手的一个手术 刚刚讲的它的好处就是没有伤口嘛 做完之后它没有伤口 所以一般人都会很多能够接受 但是它唯一的坏数 你知道吗 价钱 但是价钱如果你跟国外比的话 在香港不知道 大概你要花40到50万 台湾十几二十万就可以 所以相对来讲是一个很便宜 但是你不用开刀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啊你要怎么治疗啊 我们就是这样子趴着 听着音乐 你就慢慢躺着就睡着了就可以做了 它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的聚焦是 放大镜聚焦是从上页聚焦 它是经过光能 聚焦之后 把那个纸点着 点着的话可能要四五百度 但是海浮你就趴着做 下面是水 经过这个 那个方 那个音波器 类似音波器的东西 把那个音波放出来之后 聚焦在指通上面 对准的激流的位置 就可以把激流给 消灭 消融 我们叫做消融 消融可能比较 可能大家听不懂 就把它治疗好这样子 所以海浮到就是一个 海浮它是一个缩写 它真正的就是高 高强度的聚焦双音波 来杀死那个 激流细胞了 然后杀死之后怎么办 人体就会慢慢把它吸收 然后纤维化 然后它是不需要手术的 你就是趴在那边 大概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就可以 就可以治疗好了 我们等一下 等它讲反播完 设备均准准 检测团子 即将距30分钟后 开始我们城市的 标识会被引证来唱 看好叫不顺 发号名字 创新技术特展 好啦那我们继续讲好了 那个子宫肌瘤在30岁以下的女性 她的发生率大概20% 她的50岁之后 她大概都会准进了 超过一半都有了 你看她开刀 大部分都不开了 现在她都不开了 她就说我忍一下 等到我停进之后 她自己收 但是她会压到 你的肚子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旁光也会平咬 然后大肠也会便利 然后肚子会有下坠感 然后 有时候最惨的是 腋筋太多 然后引起不孕 就是子宫肌的产生的症状 就是腋筋过多 肩痛 贫瘤 要到前面就贫瘤 要到后面 那肠子是便利 贫瘤 下坠 它很下压 它就下坠感 那当你的骨头脊椎的话 你就会有 幼身背痛 下坠感 当然最容易是骨韵 它的治疗 它的伤大特色就是 你也是趴着的 趴着 然后趴在水里面 水可以降温 所以你不会觉得热 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 大概有这方面的文献报告 已经有差不多 接近289篇了 全世界大概有6万多人在做了 所以6万多人 它是个很高能量的一个文章 通常我们文章的话 文献到100人 这个就可以发一篇了 有些人已经发到 2000人的 3000人就不能出来了 它的治疗原理 就是这样子趴着 然后用超级波 这样子去射那个鸡瘤 进入了治疗方延展 以前是开刀嘛 后来副枪劲 后来就现在已经用了鸡创 用那个 不用开刀 用那个副创应波 那个海浮治疗 海浮 重新海浮的用适是什么 它不会出血 没有伤口不出血 然后没有辐射 然后副盐块 不沾连 也可以保留子宫 现在都是 以前动不动就叫人家拿子宫嘛 现在大概就不用拿了 那个就是尽量保留子宫 有人说生产完之后 子宫就没有什么功能 其实不是 在很多心理上跟生理上 有些人他会觉得没有子宫 他就不是一个女性 因为子宫算是一个像一枕 你就像武藏一样 除了补武之外 你说没有什么用啊 把它切掉好了 那不是 还有重建 重建为什么 他就像一个是女人 他心理上就非常的好 是这样子 好 好 这个是重庆的 什么是 忘记了 重庆很漂亮 大家可能不断 有趣问 有机会的话 你去重庆玩一下 来福斯 它是新加坡的帆船放电 同一家公司的 来福斯非常的漂亮 好 那个海福这高能量聚焦超音波 治疗系统 它的原理 就像我们放大精神一样 但是它现在就反过来 往上照 好 就从这边发射一些超音波 然后聚焦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形成60到90 60到100度的那个能量 好 但是这个能量 高度 可不可以再高 可以 我们这个能量放大一点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能量 我们可以控制 所以它太烫了 我们就赶快降下来就好了 就不会烧到后面的组织 有人会问 后面会不会也烫到 不会 因为它隔了一公分之后 它的温度就马上降了 等一下我们会这样 会讲到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它那个聚焦点之后 它的温度大概到七八十度 你偶尔要烫到七八十度 你不会怎么样 但是你会觉得热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 有点烫 我们把它降下来就好了 这个就是聚焦的地方 都会烧成一个凝固点 大概是这样的 它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聚焦之后 先把一个一点先治疗 治疗之后 然后这边治疗 这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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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它这一门新科技 它是经过 伸波转换器 在低强度的 第一强度到中强度的 那个超音波的 引导下了 把把驱就是我们的激流的地方 把它烧点热 加热到六十到一百度的时候 使它凝固的坏死 它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样的原理 刚刚讲的 如果后面会不会太热 不会 你看它离开一公分之后 离开一公分之后 它的温度从50度 马上降到二十几度 所以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但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后厂的温度 其实就是离开一公分之后 它后面的温度 就是这个后面的温度 就很低了 它不会伤到后面的肉跟肠子 那你说那个热 那个热的我们要怎么监控 当然最好的监控方式 当然就是用探针 但是你不能够在病人机身上 发那么多针 对不对 这样子每个地方都不行 所以最好的方法 那个是CT跟MRI 问题上贵啊 它照一张 就好几千块 那你一直监控的话 那不行 然后它不是 就是马上就可以照 它是停下来之后 再去照 照完之后 你再来的时候 那个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然后重新再点火 就浪费时间 所以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超音波 超音波就是说 我们做完之后 马上看 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灰色 变成板块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OK了 就已经治疗好了 就可以换个位置了 然后你说的行程热是怎么行程的 大家有没有喝过咖啡 在自己家里打奶 它是不是一直打一直打 那管子会越来越热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热 有没有人知道 知道吗 撞击撞击吗 摩加不是 打的时候 会把那个气体压缩 起来的时候 把那个气体抽出来 我们一直打一直抽一直抽 那个气体破裂之后 就形成热量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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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姐 你讲得好 你打的时候是压缩 抽起来的时候 是把气体抽出来 抽出来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频率 是达到100万个 就是说一秒是100万下 所以它的能量非常的大 所以它会形成那个热度 所以它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频率我们可以控制 不要它打那么快 也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说 放的时候 它就形成泡泡 压的时候泡泡变小 放的时候还变越来越大 它就是到最后它就破掉 破掉之后它发湿 放放放冷量之后 它又形成很多的泡泡 这样子来发湿产 产生热了 这个是我们去学习的时候 这是魔力人的 这是同学 一起去学习 当然它的好处就是没有 没有伤口 这个就是我们愿意引进的 海服的仪器 我们里面有一个小模型 这个就是探头 这个就是声波的发射器 这个就是超音波 我们可以看着它 到底有没有变灰色 那哪些人可以做海服 这个当然 为了表示我们很有学问 当然就是用一些英文 但是我们不要管它 我们表示说我们用中文讲就比较好 这个是去国外演讲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英文 当你指头肌理有出现 筋血过多啊 筋痛啊 贫尿啊 电密啊 贫血的时候 这些就可以 准备做了 准备做海服 把肌流缩小 那哪些人可以做海服 当然就是第一个 不能太胖 太胖的话 那个声波进不去 会挡到 就是说它的肚皮厚度 不能够超过6公分 6公分真的是胖到 已经真的是可能 走不动的那一种 再来的话 肌流不要超过15公分 最好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 做到22公分以上了 都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 不能太瘦 太瘦也不行 它跟热传导不太好 肌流在2公分以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 瞄准就可以定位了 当然就是说 子宫我骗正常了 没有病院器 没有怀孕 身体健康 还有 以前我们之前都会 剖腹产 或者是有开别的刀 只要它的疤痕 不要太大 还是可以做 还有它趴着 最好是趴一两个小时 可以的 可以忍受的话 可以了 再来的话 沟通良好的人 可以了 这个就是 哪些人不适合 就是讲 它那个肚皮太厚了 然后肌流大鱼 太大了不行了 然后疤痕超过1.5公分 它会挡到我们的那个 光波 多发心已经不是问题了 再来就是 以前太瘦到以前沾脸 也可能会这样 也可能会这样 就不适合做 肌瘤 如果是说肌瘤有很多种 有0.1.2.3.4.5.6.7 那哪一种不适合 1.0跟1不好 跟7也不行 因为它做完这个 直接手术可能会比较快 用止痛剂做会比较快 在核磁共振的下面 哪一些不能做 它的反应比较强的时候 这个可能不能做 因为它的那个吸收力 太白了不行了 它也可能是癌症 所以做之前 我们要先做核磁共振 排除它是癌症的疑律 它做法就是这样的趴着 那大概一个小时 看一场电影的时间 看一场那个 电视剧 还有听个音乐 我们光铁那边 会有放音乐给你听 就跟你 你想听 歌声 歌声 不是一样 你都拨过歌声 你听 你都拨过歌声 照到它变成灰色之盒 就可以了 就可以换地方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重庆海 在学的时候打的 这个就是在重庆 去了四川 就是一定吃麻辣嘛 刚开始吃的时候 很好吃 那吃到最后 就整个嘴巴都麻掉了 就剩下咸味 就是越吃越咸 这个就是我们 在监控它怎么打 反正灰色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的病历 等一下 这是我的病历 它本来是 差不多7.2公分 我们照完之后 我们用核子共振 看它有没有 照的够不够 就是看它的 有没有血流 这个没有血流的范围 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 所以它这个已经99% 一个做得很好 这个 好 那恢复时间的话 海福斯 今天做明天就可以出院 所以 它这个恢复时间大概一两天 如果切子共的话 可能要两个月 切肌瘤的话 可能也是两个月 然后腹腔筋的话 要这个一个月 然后酸塞的话 可能也要两个礼拜 所以海福的话 我们就非常好了 马上就可以 恢复工作 那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比较一下 到底好还是 有什么好处 我们就不讲了 这四川的熊猫 看过一次就好了 都是小孩子在看的 麻醉的话 海福麻醉 就是让你稍微麻醉 就是迷迷糊糊 你睡一觉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的 好 我可以 并且分享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病人 三十一岁未婚 他准备要结婚了 他的肌瘤有八公分 那么大 他这个八公分 他照完之后 他已经达到 百分之九的消融 消融量 已经非常好的 这个是三个月后 他剩下 三点一公分 所以他那个 非常好的 非常棒的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他人住在新竹 他是之前 跟我借生两个小孩子 后来精血过多 你就贫血 输血输过两次 本来他要安排做 达恩西 后来跟他介绍 我们光铁已经有海浮 他就很愿意来做海浮 这个是 因为他还要生 所以他的子宫内蒙要保留 这个消融率大概有百分之八十 没有百分之九 子宫内蒙不能够伤到 所以会痛的比较多了 来44天之后 他剩下2.7公分 他的症状 他那个 筋血过多 或者是筋痛 都已经改善了 这是另外一个 他的 6.7公分 也是一样 筋血过多 他那个 照完之后 他这个有80%的消融率 然后我们要把他的子宫内蒙要隔开 最少要超过一公分以上 所以这个做得非常好 他还要省 好 最后一个 可以指负的话 就是 这个是 这是另外一个 多发性的 他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其实他不止 里面还有 最少有四个基硫 这个做完之后 你看他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肌瘤 这个做了三个小时 因为这个小的对不准 最怕就是对那个小的 他要瞄准 不然的话 你瞄不准的话 他会 他会打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他有七个肌瘤 所以多发性肌瘤 已经不是问题了 最主要是花时间的 这个打到 做到最后 我都快睡着了 很辛苦 打这个 中间韩服的优势是什么 对啊 没有伤口 不出血 没有辐射 敷原块 不沾黏 管流子宫 这个就是 去成都玩的时候 最后结论就是 韩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方法 管流子宫 又可以解决症状 当然是这样子 不可能 那个 最后 说 把 自己了 最后 患 不考虚 自己 不早 想 点 可以 在